《生命记》第34章《摩西去世》 摩西从摩鸽平原登尼波山 上了那个与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山顶 耶和华将基列传地直到弹 拿弗他利传地 以法联、马拿西的地 犹大传地直到西海 南地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 直到所利 都指给他看 耶和华对他说 这就是我向阿伯拉罕 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 说我必将这里赐给你的侯蕊 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 你却不得过去那里 于是耶和华的牧人摩西死在摩鸽地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鸽地 托皮尼对面的谷中 只是直到今天 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 摩西死的时候一百二十岁 眼目没有芬花 精神没有衰败 以色列人在摩鸽平原 为摩西哀哭了三十日 为摩西居桑哀哭的日子就满了 乱的儿子若书雅 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的头上 就被智慧的灵充满 以色列人就听从他 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 以后以色列宗 再没有兴起先知 好像摩西一样 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 向法佬和他的一切神博 并他的传地 行各样神迹其事 又在以色列宗人眼前 牵大能的手 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